这期视频我以最专业的角度教会大家该如何正确饲养鱼苗 这篇保姆级别的鱼苗饲养教程 大家一定要点赞收藏 我们在决定饲养鱼苗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养活 从提高鱼苗成活率方面 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挑选鱼苗 购买鱼苗尽量不要选择鱼商 因为鱼商的鱼苗大部分从鱼场批发而来 经过几次的捣水体质都很差 买回家比较容易出问题 可以选择个人玩家繁殖 或者是直接从鱼场购买 第二尽量选择同批次体型更大的鱼苗 这种鱼苗体质更好 抢食能力强 成活率非常高 第二个饲养鱼苗的容器 一定是要在50升水体以上 水体过小 温差和水质波动过大 鱼苗容易出问题 第三点一定要有独立的过滤 并且水泵流量不能过大 防止水泵吸鱼 第四点饲养的密度一定不能过大 因为鱼苗我们是需要摧养的密度过大 水质败坏也容易出问题 我建议一厘米的鱼缸 饲养一厘米的鱼 比如50厘米的鱼缸 5厘米的鱼 我们可以养10条 一米的鱼缸 5厘米的鱼苗 我们可以养20条 第五点关于头位 很多人认为 喂活虫 鱼长得会更快 其实并不是的 选择一款好的饲料 绝对是比活虫长得更快的 决定鱼生长速度 不是喂什么 而是吃多少 所以在饲养鱼苗过程中 一定要少食多餐 吹苗喂鱼没有标准可言 没有谁规定 一天要喂多少顿 一顿喂多少量 我个人是建议 在鱼苗能吃下的情况下 尽量少食多餐 无限量投喂 如果你一定要有喂食标准 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 每个小时喂一顿 一天12顿 每顿2分钟左右 第六点关于换水 无论你的饲养密度高低 在饲养鱼苗过程中 我个人是建议 每天换1%到1%的水 在高密度饲养 投喂量极大的情况下 可以每天早晚换一次水 新水能够刺激鱼苗排便 促进它们进食 这样生长的也会更快 但是在换水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 新老水的温差 控制在3度以内 这样鱼不容易出问题 如果你决定饲养鱼苗 或者是已经在饲养鱼苗了 一定要点赞收藏哦